一個風雨交加的晚船 這裡人影也不多過 有人開著車來, 竟然有入無出 難道這裡就是傳說中 進入二度空間的燕街? 這個神秘又詭異的地方 不是偏僻到在荒山野嶺的新界郊區 而是在市區, 還要是黎芝閣 沒多久之前, 有一位女司機 開車由長沙灣回元朗 不知道為什麼來了這裡 當時下雨, 適逢農曆七月 黑麻麻, 心芳芳 想找個人扣助也沒有 炸了一小時也找不到出路 唯有報警吧 誰知道警察還沒到 她就失控撞搏, 連車也翻了 作為一個女司機, 我聽到都心寒 難道這個世界真的有結解? 師父, 出事了 拜託你不要太迷信了 用一個科學的角度來看 身為師父 師父 是教車的師父 這件事很明顯就是迷路 迷路 你出事的位置 其實是在長坑路附近的長源路 你兩條支路都只是在繁忙的 青山公路攜衝斷旁邊 條路不顯眼, 平日人車也少 師父, 現在一轉彎 就是長坑路, 是嗎? 是… 這條路看上去像是雙線雙程行車 但實際上是單前雙程行車 所以條路比較窄 一進來就像去了郊區一樣 又是斜路, 旁邊也是樹 對, 其實駕駛這些路段 你覺得危險性大不大呢? 都大, 因為不熟路的話 有機會走到當時吃了路 還有不知道哪裡可以掉頭 來到長坑路盡頭的分岔路 如果選擇了轉入左邊的長源路 那就出事了 向前走沒多遠 就會再有另一個分岔路口 分岔完又再有一個分岔 對沒有方向這樣的司機來說 往往都是選錯路, 又認不回路 鬥來鬥去, 像個大迷宮似的 有什麼辦法不害怕, 不迷路 好了, 到你離開這個分岔路 駕駛到長源路的另一邊 對一些沒有技術的人來說 都不太好幾乎 越進越似進入深山 還連街燈都沒有 如果這個時候你才發現 條條大路通羅馬用不著 對不起, 太遲了 師傅, 其實現在一路進去 可不可以走出大路 安全地離開這個結界呢? 直走就應該不行了 有機會越入越深 越難越…越難走出來 這裡掉頭也挺危險的, 師傅 對, 沒有欄杆 扭多了, 太多有機會撞下山 或滾下山 我們後來發現山邊掛著 一條好心提你掉頭的標語 但是天黑又大雨, 看不到它 那你就自求多幅了 其實如果走到覺得不對勁的話 應該早點掉頭 對, 或者停下來一邊 用GPS幫忙 其實這次這位女司機 失控反車 跟所謂的結界無關 而懷疑她是邊走邊用GPS 沒有懷疑山邊凸起的石坡而出事 如果平時少走山路 駕駛者進來應該會很害怕 應該要走慢一點 如果走正中間左右兩邊 都大概有一尺位 你冷靜點開 其實就應該可以脫離險境 沒有問題